到底要我怎麼做 我想過 就這樣子離開的向前 對於愛情也不太相信 但是回憶未免太傷心 會 想你 或許會變越來越想你 真的還問到你的想起 這棟寂寞也是種想好 這種感覺也算是Something Something Real Something Empty Something Lost Something 愛過你 讓我永生難忘記若回憶 恐怕會窒息 在內心 憧憬 以後沒有你別擔心 我會很曾經 想過 就這樣子離開你向前 對於愛情也不太相信 但是回憶未免太相信 會 想你 或許會變越來越想你 真的還聞到你的想起 這棟寂寞也是種想的 這棟感覺也算是Something 所以妳已經決定要跟搖眼白交往了 我們今天還沒有聊到這個 都已經帶回家 還沒有聊到這個 那妳們今天去哪裡約會 我們今天去了一家那個陶藝工坊 原來去捏陶 算他有用心想 哥 所以楊宇凡有問你意見 他問我這未來小舅子的意見很珍常 幹嘛講這樣子 好像怡婦我已經決定要嫁給她的印象 是嗎 幹嘛一直講我的事 那個 那個 晚上的湯還沒有喝怎麼辦 晚上的湯沒有喝可以冰起來之後再熱來喝 晚上歡 你幹嘛轉移話題 不許逃避 好 好 你們兩個聯合起來欺負我 姐 妳跟那個正輝最近怎麼樣 就算八年也在我們家之前很忙 誰問妳公事 我是說你們對對方的感情 已經憋了八年了 現在好不容易就情不燃 是不是天理溝動地火 牽手了 什麼 是妳跟楊宇凡牽手了吧 妳怎麼知道的 你們 真的很愛套我的話 不要亂摘一張 是妳腦袋裡面想說 妳嘴巴裡面就會說出來 怎麼樣 牽哪一隻手 要不要用塑膠袋把它包起來 洗澡才不會洗掉 好 姐 我去拿塑膠袋 我差不多 這樣好了 來 なん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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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雖然妳把我的木牌 給沒收了 但其實 它一直都在我的心裡 提醒我 不管面對任何事 都不可以衝動 都要三思而後行 爸 在妳不在家的這段期間 我是家裡面唯一的男孩 我向妳保證 我一定會用盡全力 照顧好奶奶 還有姐姐跟妹妹 妳放心 我一定不會讓妳失望 妳們 妳們 都聽到了 妳們幹嘛偷聽 裝什麼男人 再妹也是我的小屁黑弟弟 而且誰讓妳常我大姐的工作 哥 妳睡吧 給妳一個讚 讚 不錯 有練過 硬的 那當然 我的責任可是要保護妳們跟奶奶 如果爸是大三 我呢 就要做小三 好好說 大姐我不是那個意思 是玉山的山 阿里山的山 陽明山的山可以嗎 山 我剛剛幫妳有沒有不清楚 沒關係 小三 不是小王就好 妳們 算了 妳們懂就好 其實也是小王 王三好 也是 亂講話 大姐姐 今天休假嗎 那吃點水果 好 我聽說指揮官出國了 所以今天一休假 就帶上班出去散熱血 大姐姐 今天休假嗎 那吃點水果 好 我聽說指揮官出國了 所以今天一休假 就帶上班出去散熱血 木頭大學長氣得半死了 你怎麼了 上歡也沒有跟我說這個事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沒有辦法經常陪她 所以就算真的有事 我也不能及時幫忙 有時真的很委屈她 跟軍人交往呢 本來就特別辛苦 就算妳喜歡的人也是軍人 也免不了聚少禮多 我是過來人 不過歡歡呢 是軍人家庭的孩子 她一定能夠理解 只要妳有心 就算不見面 感情還是可以維繫的 那大學長 是不是有特別做過什麼 讓妳很感動的事情 所以妳才願意 一直留在她身邊 哪有什麼感動的事 就妳大學長那麼料 她能想出什麼招 不可能 一定有什麼 讓妳特別感動的 有 有一次 她寄了一張錄音帶給我 跟我說 只要我累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聽 放鬆一下心情 結果呢 是她自彈自唱 五音不全的歌 妳知道多難聽嗎 她把營區的狗 嚇得叫了一整晚呢 還有一次呢 她說要送我花 結果就讓我隊上的兵 在營區裡頭 隨便抓了一把 超級沒有誠意 妳知道多丟臉啊 後來跟她見面 第一件事 我就送她一個過肩摔 氣死我了 我懂了 只要有心 就算出球 也是甜蜜的驚喜 答對了 對了 我有買大學長喜歡吃的零食 明天就會送到 妳不要理她 她對人特別好養 對 這是給學姐的 我也有 咖啡豆 是 我那天看妳買了一個 新的咖啡機 感覺很專業 想說買這個咖啡豆 讓妳試試看 不是嗎 是 她說得沒有錯 她說得沒有錯 咖啡機是我買的 我還泡不給她喝 要不這樣子 明天早餐 妳就來試試看 大學姐的手藝 家裡多那台咖啡機 是學姐讓妳買的嗎 不清楚 應該是吧 怎麼了 不喜歡喝咖啡 那就喝點別的 沒事 我喝 謝謝學姐 好 好痛 奶奶妳在炒辣椒 什麼 嗆到你了 沒關係 我喜歡 這是奶奶專室有的味道 是 你嘴巴很甜 等一下幫奶奶 把這個拿酒給妳木頭叔叔 木頭叔叔 今天早上讓恩傻阿姨打電話來 說木頭叔叔 因為你爸爸出國的事情 姐姐一直在生氣 每天就在罵你爸爸 什麼落跑弟兄 不夠意思 我懂了 所以奶奶才炒了木頭叔叔 喜歡吃的炒辣椒 想讓她開心一下是吧 你懂得奶奶的意思是吧 所以你等一下 把這個辣椒帶回去 你要代替你爸爸 跟木頭叔叔拍個罪 是 奶奶 恩傻阿姨 請小娜 奶奶也真是的 都自己人了還那麼客氣 是啊 都是自己人了 所以恩傻阿姨 你也別客氣了 好久沒有看到我們家上豪了 讓我看看 越來越壯了 越來越帥了 謝謝恩傻阿姨 現在所有的訓練 我都很認真看待 總不能丟拔個臉吧 好樣的 這樣就對了 來 坐 謝謝 謝謝 怎麼沒有看到木頭叔叔啊 上班去啊 來 謝謝恩傻阿姨 對了 中隊長不是也放假嗎 怎麼也沒看到他了 宇凡只要休假呢 就比平常還要忙 你知道 凡是他帶過的兵 碰到任何問題 還是回來找他啊 而且現在他那個什麼卡 卡巴迪 對 卡巴迪運動 他學生呢 還打電話來催他去指導呢 中隊長在外面這麼強手啊 你不知道嗎 我是知道他很熱心沒有錯了 可是他也很嚴格啊 我還真不知道他人緣這麼好 其實宇凡呢 他只是不會說好聽的話 他的人真的很溫暖的 你看啊 像他知道你大學長喜歡一邊喝酒 一邊吃零食 所以只要一出了新口味 他休戰回來一定會帶一大包 好 中隊長這麼跟得上流行 不是他啦 是他一個很熟的朋友 聽說家裡是開連鎖超商的 所以呢 所有關於臨時的資訊 都是這小妹妹提供的 他這次休假回來 因為急著去看你二姐 所以呢 就會讓那小妹妹待會送過來 應該就是他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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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就是認慈阿姨吧 我是立宇凡哥送東西過來的 謝謝你 不好意思還要你跑一趟 不會啦 艾美星 王上好 你們兩個認識啊 之前在興訓中心的時候 他是小蜜蜂 後來到了興訓中心 他在銀彈工作 然後 然後 艾美星你 我就其他地方送貨了 恩賜阿姨 拜拜 艾美星你 不是 恩賜阿姨 我不知道他還會送貨 有問題要問人家 還不趕快追去 快去 好 恩賜 拜拜 拜拜 原來還是福利社之花 真的好可愛 艾美星 艾美 你叫我幹嘛 沒關係啦 你快點啦 後面的車子在巴了啦 快上來 快點啦 等一下 安全帶還沒 安全帶還沒 還沒 你覺得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嗎 是妳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吧 就沒想到會再與凡哥是要遇見你嗎 就說這個 不然要說什麼 恩賜阿姨他們夫妻是我爸的老朋友 那沒事了 什麼沒事 艾美星 妳怎麼從來就沒有跟我提過 妳爸是什麼連鎖超商大老闆 我爸的事業與我無關 沒什麼特別要提的必要 妳都親自送貨了 還無關 最後是家裡的親朋好友 如果是我也熟的 有空就幫忙送一些 他們常買的東西去他們家裡 順便探望一下 妳一個女孩子送什麼貨 妳剛剛是沒在聽嗎 我就說順便 去探望一下廚房好友順便 飲料這麼重 妳一不小心就會受傷 我每天都在搬 你早就吃過 是 你最壯 隨便打人一下都很痛 那次有答應幾下 我會寄到現在小時候 快點心 真的很不善跟妳 我 剛剛是一家 小狗 還是小貓了 我不清楚 我下去 看一下 妳不要亂動 妳不要過來 我看就好 超寫心的 超寫心的 開玩笑的 只是一隻不玩玩 我還以為我 剛剛以為我壓 原來妳也會怕 這種事實在不會怕 就女孩子就女孩子 幹嘛老是裝Man 我有說我不是女生嗎 也是 說妳不是女生的是妳爸 幹嘛生氣 好 好 等我不要先開 小貓 來 妳來 王媽媽 坐 人來就可以了 妳是帶什麼東西 我們又有一點點小意思而已 再放了這麼多水果 還有 一瓶高粱 好 本來我是計畫著 等木頭下班以後 一起過來看王媽媽的 可是妳也知道 木頭她就是孩子氣 個性又妞 她孩子氣大山 不跟她說一聲就出國 也不商量一下 所以她 非要我把這瓶 她跟大山喝深的高粱 就給拿回來 妳不想想自己幾歲了 還在玩這個 跟妳玩這個遊戲 這也是很可怕的 我想木頭叔叔 是看到這高粱 就會想起爸爸 所以眼不見為驚 不只這樣 不然呢 她非常的難受 嘴裡一直說要絕交 其實喊喊口話而已 她再捨不得想她哥們了 她又怕來這裡 會讓王媽媽跟孩子們看出來 到時候反過來要安慰她 蘋果她的情緒 怕給妳一天麻煩 妳回去跟木頭說 現在反正 大山也不能陪她聊天了 如果她也不來我們家呢 那這樣子 當她這個不當班呢 或者是妳不在家的時候 她就一個人對著那個電視 吃辣椒就行了 好 我回去已經跟她說 其實說真的呢 木頭她也知道她自己臭脾氣 所以能用談得來的朋友 這幾十年 真的也只有大山一個 所以她才更氣啊 哪來這麼多氣啊 她說了 當初是她跟大山提 說後線要找職工 大山當時還說了她一頓 說家裡爛攤子沒收拾好 就想跑 木頭聽進去了 結果大山反而先跑了 而且她還是在出發前一天 打電話木頭的 你說她能不氣嗎 這幾天一直跟我嚷嚷的說 乾脆她也去當職工算了 那妳就叫她去嘛 對 我就是這樣跟她說的 我說家裡反正什麼事 也不用妳擔心 其實她不在 我還更省心啊 妳這麼說完蛋了 我告訴妳 這木頭覺得沒面子 所以妳越叫她出去 她越每天黏著妳 轟都轟不出去了 還是把媽媽了解我們家木頭 真的 對了 孩子們剛剛 帶了點冰淇淋回來 我看妳帶著水果 我看我來坐一個香蕉船 讓我們度一個這個 下午茶的時間怎麼樣 好耶 我們來扣子一下貴婦 奶奶 我要特大 我旗艦級的 沒問題 來 我幫我 妳總是客人 來就是客 我來 花花 妳陪阿姨聊聊天 我看這瓶酒我擺廚房算了 謝謝妳 媽媽媽 好 不客氣 坐下 妳呢要騙楊宇凡說 咖啡機是我買的 妳得早點跟我打成招呼 差點就穿幫了 妳就 昨天宇凡問我咖啡機 所以我一想 妳應該不想讓她知道 咖啡機是朱先生買的 所以我也沒有提 我就說是我買的 妳說是妳買的 是 對嗎 上次她問我的時候 我是跟她說應該是 所以說 是川芳呢 好 怪不得我 當時又覺得 宇凡的表情有點怪怪的 對不起 不能怪阿姨 都怪我當時不應該輸 我這個人到底什麼命 每次只要一說網 一定就會出事 那妳就跟雅爾凡坦白 跟她講一下就好 怎麼講得清楚 上去宇凡還看到我跟豬頭 在那裡玩吹泡話玩得很開心 然後昨天安安姐又差點說漏嘴 我覺得她一定已經發現 我在說謊了 所以才叫妳跟她解釋清楚 可是她沒有問我 就去跟她解釋 那不是浴蓋彌彰了嗎 那妳就不要太刻意 等她問到妳的時候再說 或者是妳們下次見面的時候 妳隨口提一下 順其自然就好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就收假了 下次見面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我這樣一直憋著 會發心臟病 阿姨 我說這樣也不行 那樣也不行 我沒有招了 妳等一下自己問莫莫 不行 我如果問莫莫 她那個忍見王 一定會笑我沒出息 妳是沒有出息 就偷喜歡妳 又不是妳的錯 鳳姐 妳會讓妳白癡 還沒有正式的交往 她也跟她已經掀手說了 馬上輝 現在是戲院幾年 2015 那妳現在還活在那個女生 被男生碰到 就要立刻嫁給她的年代 鳳姐 不活不懂就是算了 妳前兩天還在那裡該說 上班一整天都沒有見到愛人 妳還好意思笑我 我跟妳不一樣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感覺是誰 是 不過杜正輝因為拔的反對 已經害妳第一次告白失敗了 現在拔就算不在 我看她也不敢出爾班了 那妳打算怎麼辦 再來第二次跟她告白 我的事情我自己看得辦 妳走開 妳不要在我的床上了 我看妳也說不出口 我知道了 我把杜正輝拉來漣漪 然後我可以為妳特地策劃一個 雲霄飛車驚險之旅 讓妳們嚇到尖叫 自然的抱在一起 是妳自己想跟杜正輝抱在一起 我也是想跟妳抱在一起 你讓我走開 我要殺完 我可怕 肉呼呼得好好抱 你很弱 小燕 妳回妳的床 不要 我要睡覺 關於女人的背包小旅行 這個專題呢 女皇的採訪稿已經出來了 請社長公務一下 另外編輯部那邊已經整理出 一系列民宿的合作置入 還有女皇介紹的觀光景點 還有她時尚旅遊用品的介紹都有了 我覺得不錯 不過我覺得 這個時尚旅遊用品呢 可以不只是介紹 如果我們可以談到一些 行銷上的贊助會更好 好 那我請編輯部 他們已經鎖定的廠商 我直接把它丟給廣告部 怎麼了 我說了好笑的事嗎 我只是覺得 妳會把妳的工作分擔給其他的人 讓他們有機會進步跟表現 我覺得這樣很好 人總是要成長的忙 跳脫一些人們的框架 常是新的事物 人的確 應該偶爾跳脫一下自己的框架 做一點改變 社長 可是你要問你 先坐吧 這一杯是妳最喜歡的 番茄八樂製 又愛一杯是新口味 妳想喝哪一杯 你吃到我最愛的口味 你還要問我 我知道 但是 妳總是喝同一種口味 不會膩 妳 妳想說什麼 我只是在想 這八年來 我們的人生都多了很多的改變 我們也已經不是當時 親生的大學生了 現在的我們 肩上各自有自己的責任要扛 妳不再是當時的妳 我也不再是當時的我 所以尚文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應該勇於跳脫自己的框架 做一些新的嘗試 妳會想選哪一杯 妳真的很醜 果然在愛情裡面 愛得比較多的人 永遠是說比較好 尚文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覺得說 妳開玩笑的 我都念你 妳不再是這杯番茄八樂製 是新的口味 妳明明知道我會選擇什麼 妳還要我再選一次 因為這一次 我會貫責妳的選擇到底 不怕我爸 我見過王伯伯了 我請求他再給我一次機會 他說呢 要看我帶給妳笑容 還是眼淚 他才會覺得妳會不會接受我 我爸他這樣說 所以妳會選擇哪一杯呢 可偶爾會想被放出 在自己的過濾 謝謝 這還是番茄八樂製 妳再仔細喝喝看 謝謝 好像梅子粉重一點 是天天加的 我那天在天天去喝果汁 他特別想要喝妳喜歡的那個口味 他喝的時候 我加了一次的梅子粉進去 但也覺得挺好喝的 所以 所以天天是梅子粉 妳喜歡這個口味嗎 小薇 以後 這就是我最愛的口味 要記住嗎 我不會忘記 我不會忘記 一輩子都愛著我 我不會忘記這輩子 一輩子 一輩子 跟天天一起喝嗎 我們三個人一起喝 恭喜妳 跟妳家王總編 終於雨過天晴 攜手邁向 美好人生 謝謝 叔叔 我也要乾杯 來 果汁也走一個 乾杯 寶貝 這樣我們以後 就可以跟姐姐在一起了 對不對 但是姐姐的工作很忙碌 她也要陪她的家人 那 就我們去姐姐家 陪姐姐陪太夫好不好 好 不是 天天連王尚文他們家的事都知道 天天啊 今天去王家住過一個晚上 他們全家人都好照顧他 他後來特別畫了一張畫 送王伯伯 那個很兇的王伯伯 他只是長得比較嚴肅一點 那就是兇 你也認識王伯伯 之前你跟尚文的關係比較尷尬 我怕我影響到你的心情 就沒有告訴你 我不是跟你說那個真命天女嗎 就是他妹 少歡 天天 你不怕王爺爺嗎 你覺得很好 一點都不兇 他很喜歡我送他的話 還有說謝謝 他答應我 他只是去當志工 很快就會回來看我了 這樣子 難怪有人說小孩 是地表上最強的尾拉 什麼尾拉 你不懂 來 天天 骨子先放好 來 給小豬鼠正 OK 天天 你看爸比 他現在這麼幸福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應該 幫幫小豬鼠我 別教他小朋友了 什麼教壞 我是來跟天維拉求援 是這樣 我跟他們家人 經過兩次面 第一次呢 在大街上被王伯伯白了眼 第二次 雖然成功進入他們家 卻得到他們一家人的白眼 只差沒被列入黑名單 天天才到他們家住一個晚上 就把全部人都搞定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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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拜託你幫幫我好不好 如果成功的話 成功的話 你要什麼 叔叔通通買給你 那我要怎麼辦 現在爺爺不在 先調過 太婆 太婆喜歡什麼 妳知不知道 太婆跟爺爺一樣 喜歡饅頭圖花生醬 他們是小朋友嗎 喜歡這一個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的 太婆煎荷包蛋很厲害 煎荷包蛋 難得要買專門煎這樣的鍋子嗎 天天天 天天還有沒有比較不一樣的 怎麼叫不一樣的 就 好 只要是跟太婆有關的事 跟太婆有關的都可以 比如說 保養品 還不喜歡嗎 這我不知道 高跟鞋 鞋子 應該 名牌包呢 還不錯 好 宇凡昨天都沒有打電話給我 難道他真的胡思亂想了 這時間宇凡還沒下班 還是算了 就像姐姐說的 順其自然就好 好 張懷 從早上進來到公司 你都悶著臉 怎麼了嗎 沒有 你預算都批過了 批好了 下午請就進來了 謝謝 妳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跟我說說看 或許我可以幫忙了 謝謝 但是真的不需要 不好意思 我今天真的是 心情很差 看得出來 所以你就不要再跟我講話 也不要理我了 OK OK 不說話 我去幫你買咖啡 不要再跟我剃咖啡了 好 不提 什麼都不提 妳忙 我進去 好 那就照著妳這個想法 我們做下一集的專題報導 好 客戶那邊妳就不用擔心 交給我就可以了 好 天天快要下課了 妳讓我去接她嗎 沒問題 收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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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要不一起去 妳心情不好 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嗎 可是我還有好多事情沒弄完 現在也沒有到下班時間呢老闆 我知道 但是妳今天整個心思都沒有放在工作上 妳覺得我這個當老闆的 看在眼裡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對不起啦 真的是我不好 我沒有怪妳 人難免都會有情緒 與其看妳悶著坐在這兒 我寧可妳先把那些愚悶通通處理掉 明天 明天再好好的工作 可以嗎 幹嘛做眼神看我 妳現在是在幫著妳的好朋友 算計我的妹妹嗎 當然不是算計 那不然是什麼 其實玉婷是真的很喜歡上歡 而且呢 她永遠都把她自己的歡樂 又給上歡 但是她的難過跟眼淚 就只有我知道 所以妳就動了腦筋 要幫助玉婷 不是我 是甜甜 她答應了玉婷 要當她的小幫手 天天好可愛 天天好可愛 既然今天天天呢 有玉婷的照顧 我們晚上也去吃個飯 我們 就我跟你 妳 環環姐姐 天天 妳認識小豬叔叔那麼久 怎麼從來都沒有像剛剛那樣歡迎我 因為環環姐姐都香香的 不像小豬叔叔都來找把臉喝酒 都臭臭的 我臭臭 而且有一次 小豬叔叔喝醉 她又說她失戀了 然後就一直哭一直哭 天天啊 來 小豬叔叔幫妳揹揹包 小公主 不要提那件事 要不然小豬叔叔會吵丟臉 環環姐姐 其實小豬叔叔對我很喊 她很疼我 那當然 因為我們天天人氣很喊 對不對 有一次小豬叔叔想要公主說對不起 就讓我在她的杯上畫畫 在杯上畫畫 我握了一顆聖誕樹 小豬叔叔還標的那顆是 騙我給我看的 像這樣 這只動了 想不到你這個人 平常講話滿白目的 對哭小孩一定有跳 就像妳說的 天天她 人見人愛嘛 吃完那天 當然是 那天天我們要去幹嘛呢 要不要去安靜班 可是今天不用去 真的 那送妳回家 真問她沒有下班 不能放天天一個人在家 是吧 天天 環環姐姐 我可以去看太婆嗎 當然可以 太婆看到天天一定很開心的 走吧 走 奶奶 我們回來了 太婆 天天也來了 奶奶 妳們先坐一下 妳們先坐一下 奶奶 奇怪了 妳在 喂 妳在哪 好 我知道了 那妳不要太晚回來 好 拜拜 太婆說她跟朋友聚會 要晚一點才會回來 小叔叔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天天 她沒有看到奶奶 感覺到很失望 所以一下子 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不是 天天 對 環環姐姐 我可以在這裡等太婆嗎 可以 那天天留下來 我照顧就可以了 好 不對 那我呢 看你是要把花生湯喝完 帶走還是要帶走都可以 帶走 不是 你剛才不是說 你很想喝花生湯 還特地繞路去買了 算了 我看你還是不要留在我們家了 你先回去吧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 正會把天天交給我照顧 我就不能把它交給你 麻煩到你 我不覺得麻煩 真的 算了 算了 我不是第一次在面的白物 不是 我是怕 到時候我家人回來 你又覺得不自在 真的 你不用管我 因為正會她信任我 所以我要有責任 把天天給照顧好 天天 你是不是應該寫功課了 還是 你想先吃飯 我在和母座 保佑說不能吃外面的東西 還是 光光姐姐你會煮飯嗎 我 我不會 沒關係 天天 我去你家巷子 買你最喜歡吃的清粥小菜怎麼樣 好 好 那你先 在這邊乖乖寫功課 我馬上回來 光光姐姐 你先教我數學嗎 數學 等 你也知道我跟數學的感情不好 這樣好了 我們家附近也有一家清粥小菜 口味也很清淡 那我去買粥 你留下來陪天天寫作業 好 那麻煩你了 天天你要吃什麼 盒包蛋 盒包蛋 來 天天 我看你今天數學的作業是什麼 這 這一擠 這一擠就好嗎 小擠這擠 你知道答案是多少 這是你的功課 你的作業 你當然要自己先想一想 可是我就看不懂 像這種二進味的 跟各位數的加卡 其實是一樣的 你不是很會畫畫嗎 你可以 又畫圈圈 畫圈圈來加一下 你試試看 對 它是十八加十九 你就先畫十八個圈圈 好不好 十八個圈圈 對 六個圈圈 對 來 謝謝 太多了 奶奶 奶奶 走 有些心情 像你也懂 人需要被呵護 可偶爾會想被放逐 在自由的過渡 愛我就明白 只有我最清楚 有些心情像一本書 要親自去閱讀 要親自去閱讀 陪你醒的我感觸 是每個人的天賦 和世界保持距離 想著想啊想要 保留無人的淨土 我敢在你懷裡 面對我孤獨 傾聽你心中 跟自己傾訴 總是屬一個人 兩個人的好處 想不起和自己 怎樣同感共苦 我敢在你心中 享受我孤獨 我的堅強和你柔情 沒有衝突 有你我很幸福 就像我擁有我 很滿足